曾经贡献各大医院整形美容门诊的莆田戏 隐秘地将一根抽血的管子伸向茅台的机体里 省委书记整路背后 莆田戏在茅台的酒缸里有着怎样令人离奇的表演 林国良一个靠航运起家的整形美容莆田戏老板 听上去是不是很飙啊 林国良搞了十三年医美后想换个活法 政治茅台名满天下 林国良摸到贵州仁淮镇游说茅台高层要与时聚集 当时五粮业推出黄金酒 林国良建议茅台搞个白金酒来牵制五粮业 同时利用茅台的品牌价值进行系列酒变现 茅台高层脑子一热干 茅台旗下的保健公司持股40% 林国良的国性文化持股10% 白金至尊酒叶和北京玉衡安联合持股50% 这两家公司有一个叫做蔡上根的股东 令人蹊跷的是实际持股比例超过林国良的蔡上根 在茅台白金酒更像一个打酱油的 而林国良的公开头衔是白金酒领导 哎呀现在很多小伙伴说啊这个股市行情是琢磨不定 不少的股票是纷纷涨停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进入尺度APP的价值区 看一看大家现在都在关注哪些优质的价值投资标的 你只需要进入尺度APP就可以寻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品牌一想黄金万两 林国良进入茅台系统后发现 只要贴上茅台的牌子简直就是营造机啊 白金酒定制酒那都是企业先掏钱 在酒瓶子上印上企业的名字跟logo 再写上茅台定制几个字 钱就轻松到手啊 关键是回头率高达86% 林国良的进入立即让茅台白金酒有着浓浓的莆叠系营销风格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莆叠系做不到的 菜商更打着白金酒的旗号成立了华夏国酒销售公司 盐分酒毛台原浆之类浮边瞎吹的系列酒开始大行其道 消费者甚至一路将白金酒告上法庭 茅台集团在内部通报白金五星集酒 未经集团批准 是不是有点像莆田系开医院的那种神韵呢 大门一开 包子摆病 莆田系过度消费茅台品牌 令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整路 孙志刚到茅台排版 要茅台瘦身 规范 茅田系的进入令贴牌定制酒成了茅台 集体里的肿瘤 尽情的瞬积着茅台的血液 一旦任由茅田系肆意妄为 茅台会慢慢的被肿瘤吞噬 省委书记发话 茅台集团立即发文停止定制贴牌和未经审批产品业务 茅田系的肿瘤被切除了 面对茅台背后的茅田系 也许老百姓会说 那真是国家的老鼠 忍忍汉打